杜月生老婆出轨,这位青帮教父是怎么解决的?上海谈青帮大佬杜月生在情场如鱼得水的时候,他怎么也想不到,发妻沈月英竟然背着自己勾打上了别人。 杜月生的发妻沈月英是苏州人,在他十四岁的时候,父母双亡,于是跟随着沈老太太,一起寄居在表哥家里。表哥年长他几岁,长相斯文、俊秀,还会吹枭,表哥待他极好,常在河边拿出一支冻枭,悠悠地吹给他听。 沈月英与表哥在一起生活了四五年,感情越来越深,沈月英正当方岭,爱情的种子,已经悄然在心中萌芽,然而好景不长,不久就富家破产,表哥去了外地另谋生计,而他自己也跟随着沈老太太来到了上海,黄金荣替杜月生提亲,心想攀附权贵的沈老太太满口答应,于是,他成了上海贪贺贺有名的杜太太,结婚之后, 他收了心神,决定全心全意做他的杜太太,怀胎十月,终于扮下杜维三,但不久就被黄金荣曝走了,两年之后,他又生下一女,然而不幸天折,沈月英受刺打击,染上烟瘾,在鸦片今年累月的摧残下,沈月英红颜退进,身子日渐盈弱,消瘦,再不复当初的容颜,当年朱元玉润的俏小姐,变成了面黄肌瘦的黄脸婆, 杜月英对沈月英的热情也大减,经常很长的一段时间,都不愿进太太的房里,她在外面接连有了几个女人,而且还光明正大的把她们娶回家里,沈月英看在眼里,气在心头,她哭,她闹,她每每通到杜月英的一顿痛势, 沈月英对杜月生渐渐绝望了,她觉得杜月生早就把她这个原配夫人忘得一干二净了,既然她的心已经不在自己的身上了,自己又何必把心放在她的身上呢? 沈月英撕起了自己的表哥,抱着逝世的心情,沈月英给表哥写了封信,约她来上海见面,没想到表哥竟然真的来了,两人见面,大绝亲切,就到公园的一个僻静的角落互诉寝掌,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, 当表哥试图解开她的衣裳时,沈月英只是象征性地挣扎了一下,就倒在了表哥的怀里,有了第一次,便会有第二次,沈月英九处空归,早就难耐寂寞,现在陡然有爱情的滋润,顿时荣光焕发,精神异议,沈月英向着了魔似的,屡屡暗中和表哥邀会,他们并肩出入于公园,旅馆,跑马场,俨然一对热恋中的情侣, 为了长期和表哥享受二人时光,沈月英还拿出了自己的一部分私房钱,让表哥在上海租个地方住下来,同时为了掩人耳目,他还吩咐表哥每在旅馆住一个晚上,就换一个地方,但史上没有不透风的墙,他们的事情终究被人发现了,对杜月生来说,就像当头一记闷棍,只将他打得头昏眼花, 他回到公馆后,仔细盘问了夫人的行踪,心一直沉了下去,虽然心里恼恨不已,但他仍然装出,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,第二天,沈月英穿戴衣新出去了,杜月生立即派了名手下暗中跟踪,在跑马场,一个短裤打扮的汉子,引起了沈月英的警觉, 这个鬼头鬼脑的家伙从两人进入跑马场后,就一直跟着自己,当沈月英意识到这人可能是杜月生派来钉烧的人后,吓出了一身冷汗,当即拖着表哥离开了跑马场,他猜得没错,这个汉子正是杜月生派去的人,虽然沈月英及时脱身,但两人约定的地点,时间还是让汉子听到,汉子不敢大意,立即上报给了杜月生, 杜月生奔讯后,趁着沈月英不在家的空档,沈问了沈月英的贴身丫头,这个丫头到野中心,开始的时候,死活不说,后来经不住赦月生的言行拷打,碎把夫人如何勾打上奸夫,如何瞒天过海之事全招了,沈月英意识到两人事情可能败露后,十分惊恐,他当然知道祝月生的手段,如果万一事发,表哥落在他的手里, 那可真的是一件彼此还恐怖的事情,他劝表厅斩断行私,赶紧连夜离开上海,但表哥一来沉迷于沈月英的云语之欢,二来也想靠他在上海发一笔,因此表示拒绝, 四日,表哥如约来到上海外滩,但他没有等到沈月英,几名标情大汉把他推上汽车,带到了一处树林里,在那里,他被人挖出了眼睛,斩去了四肢,残得杀害了,那位忠心耿耿的小丫头,最后被摄月生迈进,聊瑶子,而那位给沈月英开车的司机,被刺瞎了双眼,沈月英的下场也很惨, 杜月生虽然没有要递的命,但对他的恶罚彼此还难受,被送到了杜宅老屋关了整整十年,除了每月五百块银元的生活费,和一盒扑寿高拜,沈月英每日面对的只有一片空墙,沈月高墙,和处化七粮,十年后,当儿子杜维帆罢婚时,沈月英才被同意出来见儿媳妇,此时的沈月英虽然才只有四十出头, 但常年的戚风苦雨,早将这位当年名众一时的美人,折磨得不成人样,她满头白发,一副老太隆中的模样,看起来倒像是六七十岁的老太婆一番,几年后,沈月英抑郁而死,杜月生作为上海青帮的领袖之一,毕生信奉忠义二字,她对黄金荣忠诚,也要求自已的部下,亲人对自己忠诚, 她对于被绑者的惩处是非常残酷的,所以,在发现沈月英被判子以后,她毫不容情地杀掉表哥,幽禁妻子,并处置了相关人等,其血腥手段,令人不寒而栗,欢迎订阅读史明金,看古今故事,明世间道理。